花蓮火车站欢禁铁路节以及台铁成立136周年 而9号上午除了在战前惊奇广场带来表演 也在车站自由通浪以及后车区 今日起展出花冬铁道风情战 并宣告台铁明年将公司化 以挂牌公司的方式改革出发 而花蓮火车站仍会持续提供优质的运输服务给所有相亲 由花蓮妇女家庭和唱团成员 手举驻台铁生日快乐的手牌 缓缓从手扶踢下来 并带来歌唱表演及非洲鼓演出 为台铁成立136周年 即花蓮火车站奇心协力勇于改革欢庆铁路节活动 揭开序幕 并宣告台铁明年将公司化 今年将会试用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名称过生日的最后一年 奇心协力勇于改革 那这个奇心协力勇于改革 就是我们的同仁对于未来改公司以后 那大家也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 其实基本的权益都还是会存在的 那所以说我们今年铁路节就用这个slogan 来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安心在未来的公司化的过程 大家能够勤心协力的来完成 那台铁局在明年虽然改为公司 但是我们的同仁对花蓮地区的那个民众的服务 不会说因为公司那就会有所改变 我们还是以最热忱那最安全的工作精神来服务花蓮地区的民众 今年开始我们本局的新智强号EMU三线型的投入 让我们东部的运输能量大幅的增加 所以趁着这个铁路节 我们这个月在我们的后车室还有自由通廊 我们举办了花冬风情摄影展 希望让往来南来北往的一个旅客 还有观光客能先从我们花蓮站就看到 花蓮地区的原土的田间风光 还有山脉交错的一个自然美景 无论是在今年1月11 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边坡的汤关 我们为了为了不让农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提供了这个苏国培应计划 这要感谢非常感谢国金的一个全力配合 另外我们为了要感谢东部偏乡的医疗交通问题 所以我们发展出全台湾首座的行动车站 设在慈吉医院 感谢这么多单位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各项工作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与公司部门 携手合作 来共同为花冬地区提供更好的一个运输环境 花蓮作为观光城市 国内观光需求回暖 及一起花蓮车站 花冬铁道风情展 与车站自由通廊及后车区展出至6月30日 让旅客与观光客经过及等候列车同时欣赏摄影作品放松心情 花蓮站表示 台铁明年元旦将挂牌公司改变会引起阵痛 但强调人会以最热忱和安全的工作精神 不务花蓮乡亲和观光客 为花冬提供更好的运输环境 记者长邦彦华林师报导 文字幕志炭 明治民警员